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這節跟大家跟進大陸的情況 大陸我們看到 上個月 在甘肅 白銀市 景泰縣舉行的馬拉松越野菜 發生了一宗很罕見的意外 最終 令到21個選手死亡 而當中 有兩個國家級的冠軍跑手 震驚全世界 跑馬拉松 跑越野菜 跑怕死21人 比這個空難 比這個恐襲更嚴重 這件事 還有後續發展 就是 甘肅省白銀市 景泰縣的縣委書記 李作碧 他 在跟中紀委會面之後 墮樓身亡 中年56歲 內地媒體 在微博證實消息 說記者由多方面獲得信息 甘肅省白銀市政協副主席 二級巡視員 景泰縣縣委書記李作碧 在6月9日上午 10時 家中跳樓自盡 這件事真的十分之 稀奇 內地網絡也開始熱傳 警泰縣委書記李作碧 被中紀委召費之後 在 白銀市華爾大酒店墮樓的消息 引起不少網民的關注 也紛紛猜測事件 如果是屬實的話 可能 是李作碧 抵受不住馬拉松事件的壓力 也是有人會估計 是不是要找他做替死鬼呀 一個人背負 就好過一路一路一層一層 網上查 最終 要在李這裏斷尾 李就必須要死 這件事 官方就沒有闢儀 我們繼續說下去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延遲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個媒體 致電當地的原政府 公安局 及涉事酒店等的核實消息 但是所有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也就是接通了也會斷線 白銀市昇海賓館的工作人員就說 沒有聽聞原委書記墮樓消息 市面一切如常 通訊也沒有問題 直到下午4點 內地媒體要西部大開發 證實消息 記者說 記者多次致電軟委 也沒有人接聽後 昨天親自去到白銀 在市政協和你的親友 那個方面的侯證 知道確有此事 各大網站隨後就陸續報導這件事 這個是昨天 這個新聞的前天 9日上午 巡視組和警察院委書記李作碧談話 之後 他回到家 在11樓跳下來身亡 這件事的善後應該還沒有做完 內地律師黃財亮透露 據報 李作碧被送到白銀市第二院搶狗 但是最終不辭 他最後公開露面是上個月24日 李作碧就陪市委副書記 市長張旭神 探望522馬拉松 的慘劇受害人 以及 遇難者的家屬 上個月22日 要跟大家重溫一下 景泰院舉辦了2021年黃河石林 山地馬拉松白宮的月夜賽 白銀副市長高雲祥致辭 李作碧主持開幕式 隨後月夜賽 遭遇極端天氣 最終就造成包括頂尖選手 濟南超馬冠軍梁晶 全國殘運會馬拉松冠軍 王冠軍以及重慶跑神 民警 21人遇難 事件在全國造成很大的輿論 究竟這件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這個議論紛紛的 現在調查結果 其實也未開始 李書記就墮樓身亡了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都知道 中國 很多這些事發生的 當每次 這個宮廷 檢查宮廷裡面的失事的時候 沒多久就會大火 因為要消毀證據 每當有 這些上級要查糧倉的時候 糧倉又會忽然起火 到時候所有的糧食 付諸一句 沒有了 沒得查了 怎麼辦 沒得怎麼辦 總之 誰最大嫌疑 誰最大受益 大家心照 這件事 一看就知道是殺人滅口 又或者 點到即止的替死鬼行動 為什麼呢 不可以再查上去 再查上去 有很多人受牽連 李書記 你 也有家人的嘛 兒子在哪裡讀書 我們 也會照顧你的子女 如果你 做得很好看 那我們就 繼續照顧下去 如果不是 你 就算沒事 你的子女可能有事 你老婆也有事 說穿了不是那麼好聽 這些說話 中共是一直會說的 甚至乎 大陸的官場每一個都懂得說 做替死鬼 這個職業在中國來說是遠遠留長的 說起替死鬼 中共 有很多很多的政治替死鬼 最有名的那個 要跟大家說說 潘漢年 潘漢年 其實一直以來是做情報系統的 主管情報 幫周恩來做很多的間諜工作 潘漢年 就是 江蘇兒興人 他曾經也是做過作家的 早期就是幫中共做一些宣傳工作 後來 轉做情報工作 長期在上海香港 進行一些活動 傳遞了大量中共的情報 中共立國之後 他曾經做過上海市的副市長 但是195年就被秘密逮捕 1963年 被最高人民法院 定罪入獄15年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老母 誣稱潘漢年是半頭國民黨私私派人物 應當處決 但是不宜處決 到了66年文革的時候 重新被人收監 76年 重審被開除黨籍 判處無期徒刑 77年4月 死了 潘漢年 為甚麼老母要堆壞他呢 他是一隻 典型的政治替死鬼 因為 他 當時就是跟汪毅政權 有很多接觸 老母 是透過他 跟汪毅 這個汪政府裏面的 這個 李時群 是有很深厚的來往 一直傳遞老母 以及汪精衛的秘密勾當 所以 他是最多掌握中共黑材料的人之一 當然不是全部啦 也可以百分百證明毛澤東就是漢奸 這個事實 所以潘漢年 後來被人打成漢奸 賣國賊 也是因為 這個 本身 他就是一個 幫中共 跟汪毅 甚至跟日本人有聯絡 而潘漢年最終被老母 打入大陸 做替死鬼 當時要數1939年 當時的汪毅間諜組織76號 即是霞飛路76號 特務頭子李時群 透過秘密途徑 向中共表示希望他們建立一個聯繫 當時 透過 他的朋友胡兆峰 做聯絡員 聯絡了潘漢年 潘漢年當時是 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 他跟廖成智 經過上級同意 派胡兆峰的姐姐 也是中共黨員 去李時群家建立聯絡 在中共同意之下 潘漢年 跟76號的頭子李時群取得聯絡 展開跟中共的合作交流 到了1941年 上海發租界鄰陷 潘漢年 決定親自跟李時群會面 他的地點就在李時群的家 當時有不少的人 最後 潘漢年就跟他 有一個很長的合作關係 當時他殺了很多國民黨的地下組織 那些人 當然啦 大粒當然是很討厭李時群 當然也是動他 因為大粒也是一個特務 很厲害的人 可以說是特務之王 如果大粒 不是那麼短命的話 相信中共 沒有那麼容易 奪取江山 不單只是跟李時群見面 他們之後的合作更加是好 就是 為了刺探 刺探日軍對新四軍的根據地進行掃蕩 所以 他就秘密 跟潘漢年 當時的新四軍政委 姚秀石 之後在跟高光一起被鬥的姚秀石 他就跟潘漢年 跟 汪精衛安排會面 最終 在李時群安排之下 他 就是潘漢年 跟汪精衛見面 這一段歷史 當然是十分之不堪 當然是不可以公開 所以老毛 在55年當時鬥倒了高光搖壽石之後 就向他開刀 秘密逮捕了潘漢年 當然是 屈他很多罪名 最終潘漢年 五年之後也沒有辦法看到陽光 看到太陽 到了1974年 就死了 這是中共最著名的替死鬼 就是做了老毛的替死鬼 其實不單止老毛找了很多替死鬼 包括 孫維世 當時 周恩來的替死鬼 周恩來的替死鬼 也是一個替死鬼 這次就不說了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拜拜